中青在线布鲁塞尔6月25日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驻欧盟记者指挥,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4日, 中国济南海外高层次元才创新创业大赛,欧洲赛区域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经过研额评选,33个科技项目托引而出,起获直通济南总决赛的入场券。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张池,济南双创大赛,赴欧洲代表团传着武艺,中国科学FCPA,欧洲比利时海志创新创业基地主任宋志伟, 想获得中国济南海外双创大赛,欧洲赛区一等奖的项目代表颁奖,图片由欧洲赛区组委会提供,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办张池,科技参赞沈龙, 比中经贸委主席德威特,德国汉堡投资局主任马兴汉,济南双创大赛,赴欧洲代表团团奖武艺,中国科学FCPA,欧洲比利时海志创新创业基地主任宋志伟, 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秘书长行斌,旅比华人专业人士协会主席徐志安等中欧嘉宾出席于在开幕式集班奖仪式,经过激烈的录影和答辩竞争, 共有33个项目获得将于今年几月举行的中国济南海外高层次人才商创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其中智能自动交易机器,MMI,下一代多材料增材制造系统与设备, 新型抗疫肝病毒HPV药物研发项目,分货欧洲赛区三大领域,预赛一等奖, 民用电能监控节点机员,成管理云平台,新时代电器及其智能制造, 同时实现自然人指纹采集时,别集非法要五多价筛选的便携一期等15个项目, 分货欧洲赛区二等奖和三等奖, 中国科学FCPA以欧洲比利时海志创新创业基地主任宋志伟表示, 获得总决赛资格的这些优胜项目, 身在相关领域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且比较近和济南市创新创业和科技发展的迫切需求。